前水之工才一下水 就看到沒有燒完的紙錢漂浮在水底下 不知情的魚兒在旁邊游來游去 就可以發現這個電線 這個都在水裡面 然後這個造成的影響就蠻大的 當中還存在了一些保利龍 以及現在我們很多使用 這個再生材料所製作的這個紙錢 還有在這個水燈上面的一些燈飾的裝飾品 用的燈飾就有電線 然後蠟燭等等就有殘留在海裡 基隆中原季放水燈 五光十色的水燈頭一路往海邊前進 推下水之後將它點燃 水燈頭在海面上形成了水火相容的特殊景象 在中原季釋放水燈頭之後 總是留下滿滿垃圾 雖然文化流傳很重要 傳統習俗也得兼顧 只是海面上跟海底情況真的是兩樣情 我們也發現了非常多 我們值得探討的一個永續觀點 那其實我們看到了現在的座子 底座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問題 我們為了讓它浮起來 所以早期會用一些保利龍 那現在已經有減少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 還是使用保利龍當底座 而這些保利龍融化了之後 其實都還是在海裡面 它是不會消失的 學者說到重點 希望維護傳統文化也得兼顧環境生態 建議未來能夠用竹子取代保利龍 同時減少紙錢的用量 在放水燈之後 那環保局也會進行 所謂的岸邊的一個清除 讓整個的環境能夠維持好 那未來如果能夠使用 所謂的生物可分解的一個材質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文化活動 能夠與所謂的一個文化的傳承 生態的保育 和永續的發展能夠做相結合 那這樣的一個文化活動會更有意義 國人環保意識抬頭 在面對傳承167年的中元季文化 如何讓傳統文化和永續環保 達到雙贏 恐怕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做出改變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道